为什么要学这些方法 主要原因就是加快你的工作速度 因为效率很重要 如果你时间 你没办法很快把它做完 你可能就变成说 你后面还有很多事情 那变成说你 你没有多余的时间 那如果说假设你很快做完 像有同意就这样 以前就加快速度之后 它多很多时间 多很多时间它做什么 怎么能让老板知道它做完了 就可以在练功 真的蛮多同意还蛮聪明的 我说那什么时候练习了 当然是上班时候练习 对不然就利用那个上班时间 反正你刚好用到 然后又当然没有 你也不是在做别的事情 因为工作上也会用到e-sale 那你就顺便把这技能把它提升起来 那不是一举两个 而且你也可以把事情做得更好 那当然我想如果是老板的话 他当然也会很开心 因为很多其实企业找我去上课 都是因为他们老板知道说 要把大家提升起来 整个公司竞争力才会起来 所以他们不会说 不会让你去学 反而是希望每个人都学会 学会竞争力才强 如果每个人 所有连柜台的员工都会写程式的话 而且还写了下架就 那是工资不得了了 对不对 那一个国家也是一样 一个国家如果连从小朋友 每个都都城市写了下架叫的话 那这个以后就不得了了 台湾在硬体产业上面已经很不得了了 但如果软体产业像这些东西也都不得了的话 那这我想应该可以期待的 所以接下来的话 如果我今天希望礼拜六礼拜天 也能够有不一样颜色的话 那怎么办 所以首先第一个我讲 就是我们可以用方法一 用设定格式法条件新增规则 但是设定新增规则之前 你要先告诉他说 你要设定的范围在哪里 所以第一件事情 请你把A2 有标放A2 然后我习惯全选是Ctrl Shift Ctrl Shift向右 Ctrl Shift向下 不过好像会选到下面 OK 那不然就是Ctrl Shift 这个底下其实你可以把它删掉 因为这有时候会干燥 所以有的时候加这些东西 反而会干燥 那OK 反正把这个范围先选强 Ctrl Shift向右 向下 这样 都选了一些东西 好 或者另外按Shift键 这样选 OK 好 第一个先把它范围选起来 第二个的话 设定格式法条 记得常用里面设定格式法条 新增一个规则 那这个规则是什么呢 规则就是跟他讲说 礼拜六帮我变成那个样式 礼拜天 所以可能要做两个规则 那特别注意哦 新增那个规则里面 它有123456 它有这么多种 那请各位特别注意 上面这五种都做不到 只有最下面 使用公式来决定 那所谓的公式 实际上就是跟在上面打的规则一样 也就是这边可以用 你这边的那个函数 也可以带到这边 但是差别说 这边可以插入函数 这边要自己打 所以呢 你的条件 这边之后 这个可能要自己打 而且最难的地方就是这里 那你要怎么叙述 第一个一样先等号 跟那个插入函数那边一样 那这个等号的话 我把它 就是把它当成 就是如果有用叙述的话 这有点像 等于的话不是真的 真的等于 是你可以把它当什么条件 可以发生的时候 所以第一个等于当什么呢 礼拜六的话就记得 礼拜六判断的话 我们可以叫做week day 这个可能要自己记week day 不难记 过阿胡之后的话 跟他讲说 如果当这个礼拜 这个哪一个储存格呢 所以特别说 这边有这么多储存格 请特别注意 请你告诉他哪一个储存格开始 所以你去这个地方 不用把放的 你跟他讲说 从这个储存格开始 那他怎么跑呢 他会向右帮你跑到这个范围 到这里 然后又再向右帮你跑 一直到你选举范围结束 然后一个一个帮你把资料抓过来 去做判断 所以有点像在里面帮你跑一个回圈 OK意思差不多 那所以你跟他讲说 当这个week day 把A2储存格先抓过来 判断一下 如果他等于 这个等于是 他的结果是多少 如果是礼拜六的话 应该等于 等于7的话 也就是当这个条件回处的时候 那我就格式化 那礼拜六的话 我可能就是给他一个字 也许是深绿色的 然后填满就是底色 是浅绿色 OK 那当然这个你可以自己挑了 我只是挑这个颜色 就这一个 另外的话 按确定之前 请你把这个复制一下 因为等一下 新增第二个规则 礼拜天嘛 你就用贴的比较快 好 这应该可以 OK 那确定 好 礼拜六有没有成功呢 看一下 这时候礼拜六全部OK了 这样快很多了 然后再来 新增一个第二个规则 是礼拜天 所以一样使用公司来决定 特别是这个很重要 很多人不会用这个 你不用公司的话 很多事做不出来 因为上面 很多事做不出来的 只有使用公司可以做 贴上 然后这边把它改成 礼拜天是一 OK 然后格式的话 我就是底色是黄的 字型的话 这两个切 字的话在这里 颜色 字的颜色是红色好了 按个确定 就是黄底红字 OK 按确定 好 这样子 按确定 这样的话 把它点开看一下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全部一气呵成 就OK了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它是利用设定格式 则里面新增规则完成 这是方法一 那待会的话 还会讲方法二 那方法一的话 虽然它也蛮快的 可是它 未来如果你要跟程式 因为如果我们今天希望 能够写一个VBA 一键按下去 整个年历自动完成 并且把它的礼拜六 礼拜天也格式的话 那你用这个方法 可能就要跟程式接的话 可能你要录制聚集 我觉得反而不方便 所以方法二是怎么样 我就在旁边 我刚已经复制一个了 复制工作表 就Ctrl键按住 拖拉 这样的话就多一个 一模一样的工作表 Ctrl键拖拉就复制 Ctrl键按住 拖拉在旁边 那当然你这个 如果要做VBA的话 第一个要把它去掉 去掉的话 记得就是什么 常用里面设定格式化条件 把这个规则整个清空 清空的话 就清除整张工作表的规则 这样才去掉 你不是说用那个什么 清除格 Ctrl键 像你这边如果 像之前有同学是什么 讲说要清除用什么 清除格式 不见了 这样变这样 那不对了 所以特别重要 如果你要清除的话 记得是从这边清除规则 整张工作表 那如果说我要写个VBA的话 这边有写好的 那其实就这样 设定格式化条件按下去 它全部OK 然后再还原 有没有 那这个也是一种写法 可是这要写 写VBA程式 待会再来看 请各位先练习 第一个 就是设定格式化条件 用使用公式 那这个方法还蛮重要 因为很多 你工作上面会需要用到的 那个格式化 通常前面几种 都没办法 满足你要的那个效果 那你可能就是需要用公式来决定 那可能比较会有问题 就是那个A2 第一个一定要选举范围 所以把A2一直往下选到L32 把它选起来 第二个的话 等于那个weekday 瓜谷里面记得放给A2 A2指的是 那个范围的左上角的第一个 也就是说 从那个儲存格开始 帮你做判断 那如果等于7就礼拜6 等于1就礼拜天 试一下 foundation 你 因为 你 对 你 来了 谢谢大家